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正是做梦 百无尽情 浩天 好真实 简直是四弟VR超级体验武 她现在这儿撒酒疯 让她自己待着 怕是不安全 我还是等她安分下来才走吧 我给你弄点醒酒汤 不要接酒汤 我好不容易才梦到你 时间有限 我要抓紧时间圆梦 圆梦 我要到月亮上见 月亮 月亮 我真的到月亮上了 如果这儿是我们也在之中英雄 你怎么吃 没有 我都在吃饭了 从前 有一个很孤独的少女 有一天 她遇到了惠妃的小飞侠 小飞侠牵着她的手 飞出了窗外 带她 遨游夜空 追星竹月 少女来到了小飞侠的世界 跟她进行了一场大冒险 等她回到家 她所有的家人都回来了 小时候 我也总幻想 能遇到小飞侠 跟她进行一场冒险 也许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的家人也都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曾经 我以为你就是我的小飞侠 我来到了你的世界 你却不记得我 我来到小飞侠 你便知道了 你并直到小飞侠 你不需要 我自己 certain 你会做成小飞侠 我来到小飞侠 你不需要 我来到小飞侠 你也不需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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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丘莉不会让你白白死去的 丘莉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师将 我为你放弃了灵根 为什么还是失去你 老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你要消沉到几时 滚 我救你回来 不是要你醉成烂泥的 你现在所承受的一切 远不及我当年一二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消沉 我成熟的比你少 我这些年 忍受着周围人的耻笑与唾弃 屈辱地待在玉华派 就是为了 能有一天长出灵根 得到他们的认可 可我现在才知道 是他 是他 是袁赵 把原本我的灵根给了后池 你说什么 后池的灵根是你的 我的父亲欺骗了我 我的兄弟 霸占了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杀了我最爱的人 我现在彻头彻尾 就是个笑话了 我本以为袁赵抛弃我和我娘 选择了你 会对你尽一些责任 是已至此 你再次沉沦痛苦也于事无补 后池的灵根是你的 万仙盟主的荣耀 也该是你的 是他们师徒害你失去了一切 失去治安 一无所有 告诉我 你甘心吗 我不甘心 你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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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甘心 不如我们连击手来 毁了他们师徒 为师侠和哥哥报仇 如何 习近平 来 来 来 走 昨天好像喝多了 谁送我回来的 不可能 肯定是作梦 后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 清风 时夏 你怎么起这么早 昨晚你喝多了 我还以为你要五十才起呢 是你送我回来的 不然呢 没什么 肯定是最近太寂寞 这梦才会做得如此真实 什么梦如此清晰啊 噩梦 坠牙耗一症 太吓人了 你喝酒了 我 我又没有什么烦心事 我为什么会喝酒啊 是清风 跟医药卦吵架了 清风 这是我给你煮的醒酒汤 以后别再借酒消愁了 你 正道那帮人太过分了 说什么他们不认玉华派出来的盟主 不仅不来官礼 日后也不愿听从小师叔的号令 等小师叔到了神宫 就任盟主 到时候我看他们还赶不来 这一天终于来了 等后池进入神宫 一切便结束了 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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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摩尊啊 我一家什么草药没有 你偏偏非要出来采 我说你现在可是个死人 你万一被别人发现 那可就完蛋了 你干什么 启灵镜拿来用用 你还给我 你以为本尊出来闲逛的 本尊出来是干正事的 你都是一个死人了 能有什么正事 今天是后池的即位大典 石下那丫头啊嘴上不说 心里肯定惦记着 我得帮她把后池的高光时刻拍下来 免得她留下遗憾 小师叔赐了你一件 你不恨她呀 那忘情水也是我傻妹妹亲手喂给她的 也不能全怪后池那傻木头 事情都过去了 现在最重要的 是不能给石下留下遗憾 石下倒是不留遗憾了 我可要被钦锋给骂惨了 你还我启灵镜 看你表现啊 你还我 就算再来十倍的人 也拦不住在下 圣姑还是带着你的人回去吧 我知道我拦不住你 我今日来 是想跟盟主大人谈笔交易 我师父的福尘 你们把他怎么样了 他现在没怎样 不过是中了点毒罢了 可他之后会怎样 就看盟主您的表现了 你究竟想怎么样 用你的灵根 换你师父的命 如何 殿下来 屠弟灯高上路 师父暗中相送 好一个师徒情深 红尔 你把我引来 困在这里 究竟是为了什么 你用我的灵根 苦苦栽培了二百年的好徒弟 今日终于不负你所望 当上了盟主 我这个灵根的主人 难道不该道声喝吗 爹是骗了你很多事情 但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 住口 为了我 你夺我灵根 杀我爱人 逼我当众入魔 你倒是说说看 你为了我什么 我现在还不能说 只要过了今天 过了今天以后 你就会明白一切了 够了 从我入魔派的那刻起 你就再也不是我父亲 你想要什么 我就偏不让你得到 你想让后池当盟主 我就偏要把他给拉下来 你想用我的命 阻止后池进神宫 我倒想看看 在你好徒弟的心中 到底是师父中 还是权位主要 还是权位主要 想好了没 到时候元兆聚毒攻心 你便是献上灵根 但我也帮不了你了 无论明天发生任何事 你必须进入神宫 继续上路 后池 你可想清楚了 你再走一步 你师父的命 可就没了 在下答应过师父 必须进入神宫 今日 任何人 任何事 都不能阻止在下 慢着 跟盟主大人谈条件 怎能不多被点筹码 你师父一人的性命 你可以不管 可这仙魔阵的百姓 和所有修士的性命 你也不管吗 没听杀朕 你今日若不乖乖就犯 整个仙魔阵上的人 都得死 没听清楚 魔尊 你看这天马上就要下雨了 咱们要不回去吧 默默唧唧的 一点也怕什么呀 走 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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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吓 太好了 巡下 巡下 你们仨咋变这群样啊 丑丽犯病了 陈谷他彻底疯了 但这玉华派梅林根那小子 在仙魔镇布下雷霆沙镇 雷霆沙镇 糟了糟了 此沙镇一开 雷霆之所机 无不催折者 万军之所压 无不弥灭者 糟了 是下海在仙魔镇上呢 快 快 十冬根医药卦怎么还没回来 不会有危险吧 我的天哪 这是雷弓殿我们出事了吗 糟了 有人在仙魔镇布了雷霆沙镇 雷霆沙镇 此镇一开 雷霆万军 镇上的所有人都会被雷劈死 雷霆沙镇已经开启 带云中聚满闪电 便会暴击整个仙魔镇 盟主大人 留给你的时间 可不多了呢 我答应你 但你必须放过我身后这些弟子 放心 我只对你的雷根感兴趣 他们 我不感兴趣 你们快去仙魔镇 通知仙门长老 让他们保护好镇上的百姓 可是 小师叔您 快走 是 我答应你了 可以撤下杀镇了吧 不拿到雷根 我是不会撤镇的 盟主大人修为逆天 这般一中途反悔 我岂不是功亏一篑 这是醉仙散 可暂时封住你的经脉 让你使不出功力 这醉仙散 不止会让你浑身贪软无力 很快 你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你还不懂说吗 不仅 有个人比我更适合做这件事 你的身杀 为什么会有玉华派的防护禁止 小心 石砖跟硬药怪还在外面 我得去找他们 我跟你一块去 顾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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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奶奶你还活着呢 哥哥 顾哥哥 秦宫 這戒指裏布下了防身符咒 那天救我們他正是後遲 你們兩個是不是知道點什麼 要是還當我是朋友 就跟我說實話 那天 救下你們的人就是小師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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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死元桂師叔的 不是我可 在下只相信你自己所看的 我 你喝了忘情水 若將覆水手 變成了真正的木頭 無端然塵口 更 若 煩憂 眼淚化作餘地 把世界穿透 愛已哭 心 不朽 有 愛恨藏 愛恨藏胸口 回憶放身後 余 身 何求 而是愁 可否 祈祝人生怒 與舉友 只愿万千烦恼时都快修 狂风巨浪里翻舟携手同游 拂水流 师兄 师弟 我来把你的灵根 很惊讶吗 师兄 师兄 师弟 对 我就是为了给师哥报仇 不过 我更是为了我自己 因为你的灵根 原本是我的 是元昼 亲手把我的灵根 移植给了你 你此生所拥有的一切 全都是从我这儿夺走的 你情节发作的时候 我原本有机会可以杀了你 毒灰灵根 但是我为了石下 放了你一马 之前所有的一切 我都可以不用再计较 荣华地位我全部都可以给你 我就想要石下 我原本都已经跟石下说好了 一起远离仙门去过凡人的日子 可是你却杀了他 是你夺走了我最后的希望 我不会再容忍你了 师兄 你现在想到来求我 完了 啊 暈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